6月18日是刘德华的影迷会33周年 刘德华开直播和粉丝聊天 否认了网传他将参加综艺节目的消息 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综艺计划 同时透露他已经确定会出演《流浪地球2》 明年还会带来《拆弹专家3》 和宁浩合作的全民明星项目也在进一步商谈当中 到前在《流浪地球2》的定档发布会上 刘德华就到场支持了 但是当时大家猜测刘德华出席发布会 可能是因为宁浩的关系 并不一定是要参与演出 制片人曾经询问自己 能否参加《流浪地球》的续集演出 刘德华的回答是可以 但是依然并不能够确定计划是否可以实施 就连制片人也只敢说 刘德华有可能考虑我们的项目 如今华在参与的消息终于确定了下来 小破球第二部必然是神仙打架呀 刘德华作为娱乐圈天王级的人物 如今跨60岁高龄了 很多粉丝感慨 以他在圈的地位 本不必如此事事情理情为 但他好像从不曾放松过自己 在事业上的追求 时至今日依然在为观众 奉上一步又一步的经典作品 成为一代又一代观众心中的 不老偶像 期待华仔在大荧幕上 细续发光发热